墙内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在这期节目中 我只想为中国墙内的武汉的老人们记录点什么 因为他们的勇敢和努力 他们终于暂时地争取到了自己的一点点权益 哪怕这点权益在海外的华人看来 根本都不值得一提 但我们仍然要为这群老人所做出的努力 用这样和平的方式争取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而感到高兴 其实对于他们所要争取的东西 我在这里不予评论 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到 感受到这群老人的真切的心声 根据目前网传的信息 有微信截图显示 在某微信群里 有武汉老人说原定的医保改革措施暂缓实施 今天全部到政府礼堂休息 何犯一份下午市长接见 因人民日报介入 市政府紧急通知 一改暂缓 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请相互转告退休人员 可以看出 这些话都是老人真切的心声的表达 我们无法不被感动 而另一位老人在群里的原话是 人心其太山移 我们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所有不好的都被我们碰上了 年轻时辛苦了一辈子 交社保医保 就想晚年有个保障 可现在又被不良专家盯上了 先是安葬费 看大家没反应 现在是医保 下一步可能是养命前 不得人心失天下 人民日报刚刚发生 提出了四条整改意见 重点追究这次一改负责人的官僚主义 坑害老百姓的问题 回复原状 下一步要向全民免费医疗靠近 英雄的武汉人民 又为推动历史和社会的进步 做出了贡献 这些老人 都是在冒雨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为了自己的下半生 老人们都来了 而路过的很多年轻人 却在好奇地打量着这群老人 2月8日 有网友说 武汉今天下雨 又了 看到好多白发撑伞的老人 真的不容易 看着心酸 而这些老人之所以上街抗议 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一段30分钟的 武汉医保的录音 并看到了一张 武汉市职工医保调整的对比表格 其中标注到 武汉市公务员医保不受影响 而就是这样一句话 也真的彻底激怒了很多 底层的普通的武汉老人 他们算了一笔账 而结果是明显的不划算 加之中国墙内三年的 全民核酸的防疫政策 掏空了医保 更是让民众怨声在道 当这些老人们在雨中表达自己的诉求时 网友们是感到心酸的 当这些老人们终于争取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时 网友们自然是欣慰 很多网友都认为 对老人们晚年的看兵这事 还是要保证好 毕竟每个人都有生老病痛这事 也都会老去 给老人们充分的保障 就是给中青年一个信心上的保证 让他们知道自己老去后 也会得到同样的照顾 所以武汉老人们所争取的 既是有利于他们自身的 同样也是有益于下一代人 于是为了这个 有网友想把以上这些内容都写出来 让大家看到这些老人们 愿当下这一代人老去后 也能为下一代人做出点争取 还要传承 保障也要传承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 讲述武汉医保和武汉老人的文章 发出后没多久 也被全网删除屏蔽了 你们以为我介绍了这篇文章 是因为老人的抗议后 政策得到赞华 而真的觉得 中共是会为了老人做出改变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在一个全网404的社会 你还能指望他们 会为百姓改变什么政策吗 不过是换个方式屠宰罢了 这个社会会好吗 自己想想吧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本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收到更新资讯